这里是华南地区有名的鱼米之乡 得天独厚的气候地理条件 孕育了多种特色农产品 安全生产创新模式 这里的农业产业踏上了更加成功的发展之路 从农田到餐桌走进麻冲 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 大理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你好观众朋友 很高兴和您相约在农广天地 麻冲是广东省东莞市下辖的一个镇 依托珠江三角洲平原的地理优势 产业众多经济发展迅速 其中农业生产是麻冲镇的重要经济支柱 多种种植养殖产业 使得这里的农业蓬勃发展 我们今天要带大家首先了解的 就是当地最为有名的特产香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关心农业发展 关注农产品质量安全 我们从农田到餐桌设置组 这一站来到了麻冲镇 麻冲镇位于广州市与东莞市的交界处 距东莞市区22公里 广州市区29公里 地理位置十分优越 自古以来麻冲人大都按家族聚居 开辟街道 巷驴 开设商铺十四 建有士族祠堂 立有神灵庙宇 所以来到麻冲 依水而建的凉棚 古色古香的祠堂 纵横交错的河道 鼓步彰显着浓郁的岭南水香特色 麻冲历来人才辈出 九经鸡店唱腔婉转的乐剧 使麻冲人勤有独钟的取义 而华龙舟比赛 是麻冲人最喜欢的群众性体育项目之一 每到农历五月 麻冲会村村争办龙舟比赛 特别热闹 之所以龙舟比赛这么受欢迎 是因为在麻冲镇内 各个自然村都有很多小河道 密密麻麻 纵横交织 十分便捷 在以前 船是来往麻冲的重要交通工具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发展 船运已经很少见了 河道也经过疏通改造 主要作为农田灌溉水源 或者成为秀美湿地的一部分 科学重养 放心吃喝 农产品质量安全 从农田到餐桌 这里是广东省东莞市下辖的麻冲镇 麻冲的冲指的是河道 麻冲的名字 就是取自于密密麻麻的河道 这里河网密布 是个名副其实的水箱 曾有人用江水药村榕树绿 糖鱼鲜美荔枝红的诗句 来形容麻冲的农业生产 可见这里的水产和水果 都是非常不错的 这一次我们设置组来到麻冲 就是要带您了解这里的优质农产品 麻冲镇气候温和 热量丰富 雨量充沛 素有鱼米之香的美称 优越的自然环境 给当地农业生产和经济的发展 带来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在麻冲 人们主要种植 水稻 甘蔗 香蕉 三大作物 其中 尤其以香蕉最为出名 为了了解更多麻冲香蕉生产情况 我们联系到了 东莞市香蕉研究所的 高级农艺师吕顺 让他给我们做详细的介绍 香蕉 它是越代亚越代的着物 南北纬的30度以内 我们麻冲呢 就在其中是吗 对 它是23度 北纬的23度 香蕉呢 它那个湿液的温度 一般在这个15 即35 我们麻冲呢 一般冬天是13度左右 然后夏天35度左右 冬天的温度 比香蕉本身的温度要求要略低一点 对 但是呢 它虽然有一点点低 对它有点冷化呀 但是这个冷也有它的好处 为什么呀 它能够使这个香蕉生长更慢一点 嗯 然后呢 它的油啊 就比较结实 哦 然后品质比较好 嗯 麻冲独特的气候 造就了良好的香蕉品质 史料记载 从元朝开始 麻冲就已经有了香蕉生产 到现在 已经有六七百年的历史 清朝的时候 麻冲的香蕉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 解放初期 麻冲的香蕉种植曾达到八千多亩 产品一度远销国外 我看这写的还出口到苏日德等国 是啊 当时在解放初期的时候 我们国家在这边设要香蕉 这个通销通告的收购站 嗯 这个香蕉收购以后啊 出口到我们苏南那边 还有一本 德国 占费大量的外费 嗯 麻冲的香蕉 为我国的经济发展 做出过贡献 但是 它的生产发展 也是几经波折 尤其是十几年前的香蕉枯萎令 使麻冲香蕉产量和质量 大幅度下降 生产几乎停滞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 吕老师说 那些年 他们科研工作的压力非常大 每天就泡在香蕉田和实验室里 经过不断的坚持和努力 终于培育和引进了一些新品种 并且有了综合防治护卫病的方法 我们从2002年开始 就培育这个抗面品种 目前 我们所研究出来的品种 或者引进的品种 主要有这个 农科一号 混杂一号 巨星引进的 有这个 冬椒六号 还有南天房 等等这些品种 除了利用这个抗面品种 第二个就是利用这个 无准的苗进行防疫 我们将那个抗面品种的 比较好的细芽挖回来 经过实验室 无准的回咬 回育出这个无准的苗 把它把这个苗移栽到这个不带病原的这个土上 经过多年的努力 当地人们终于克服了香蕉枯萎病的难题 麻冲的香蕉种植业又重新恢复了生机 如今在麻冲还建立了香蕉文化园 这让更多的人了解并认识了当地香蕉的发展历程 和不同的香蕉品种 刘老师 第一次走进这样成片的香蕉林里面 密密麻麻的都是香蕉树 仿佛就是走进了一个热带雨林 刚才走过来的时候 发现有的香蕉树长得高一点 有的香蕉树长得低 这一片是普遍长得很高 而且非常整齐 这是为什么呀 对呀 因为香蕉它够矮跟那个品种仰方 像你刚才看的那个是矮靶的香蕉 所以它特别矮 像这个高靶的 中高靶它就特别高一点 香蕉因为品种不同 外形上也会有一些区别 比如高靶香蕉一般在三米左右 果实比较细长 黄地胶一般在二点五米左右 果实小 除此之外还有粉胶大胶等等 难怪当地有这样的民谣 麻虫香蕉大又多 累累像个大猪螺 带到秋来胶子熟 香气飘过五条河 这个香蕉为什么要套这么大一个袋子呢 这个套袋它有几个作用 第一个通过套袋冬天可以保温 夏天的时候 你看这个天气这么越 给它套上一个袋 而且里面还有一个 你看还有一个薄的 这是两层 起到另一个它保湿的作用 水分多是吗 香蕉喜欢湿润的环境 对呀 这样长出来的香蕉 它就比较紧致 长得快 而且品质 尤其是那个果的表面就非常漂亮了 这个香蕉从开发到成熟 要长多长时间呀 一般从开发到成熟 像这个时候要八九十天左右 如果是冬天 那就更慢一些 一般是需要三个月是吧 三到四个月左右 我看前面有人在忙活 咱们去看看 大叔你好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熟了 杀了 这香蕉就熟了吗 对 熟了 这么轻的香蕉 这能吃吗 刘老师 这还没熟了吧 一般香蕉 它在七成都八成熟 就可以才熟了 这就是七成八成熟 对 那为什么不要在树上熟了呢 树上熟的时候 它咬鲜咬耗 它运熟的时候就不方便 第二个 你树上熟了 它那个香味就没有了 吃起来不好吃的 运熟的时候 它因为比较软 就会烂掉 对啊 而且太熟了 它都开烈了 你就不能成为商品了 所以我们香蕉 一般在七八成熟的时候 就采下来 但是我们平时吃的 都是熟了的 黄色的 这个放几天 是不是就黄了呀 这个我们要拿回去催熟 为了了解香蕉催熟的过程 我们记者要吕老师 带他去香蕉催熟房看看 到了催熟房 吕老师并没有着急 讲香蕉 是怎么催熟的 而是先给记者 讲了香蕉 自然成熟的原理 它是靠它体内产生的催 催催催催就是它体内的一种激素 属这个香蕉变熟的 它通过这个催熟以后 那个煤就出属它 那个叶绿素啊 就会降解 往下剩下的叶黄素 往下就变黄了 里边的那个淀粉之类 它就有变粉煤啊 之类的 把它降解为糖 嗯 就会变甜 嗯 这个 这个成熟过程 主要是这样 吕老师说 树上的香蕉 不仅成熟时间不统一 不便于运输 同时产量 也达不到市场的需求 所以必须借助外力 进行催熟 香蕉 一般会使用苹果 进行诱导催熟 也有一些传统的催熟方法 比如使用香薰 来刺激香蕉 释放乙烯 进而成熟 但这些产量有限 达不到市场需求 现在香蕉催熟 使用最多的方法 是使用国际上通用的催熟剂 乙烯粒 用乙烯粒催熟香蕉 也是乙烯气体 发挥了诱导和刺激作用 使香蕉体内的乙烯 释放分解 从而使香蕉成熟 香蕉的催熟过程 是一种复杂的生理生化反应过程 而非化学反应 不会产生任何对人体有害的物质 所以也就不用担心 香蕉的食用安全 喷湿过乙烯粒的香蕉 必须放置到库房 进行控温 一般青色的香蕉 放置五天左右 就能成熟了 除此之外 要想香蕉能油亮有光泽 还要保证室内不低于80%的湿度 香蕉是怎么挑选的 什么样的吃 你看啊 这个就比刚才那香蕉熟一点 这就是最好吃的时候 再到可能这个像这个 可能过一两天 它就会长出那个 我们说的煤发点 这个时候已经是四合七的时候 如果才放一两天 它长出那煤发点以后呢 就那个风味就更浓 就非常 香蕉味就更浓了 对啊 那个特殊的风味才不出了 什么是煤花点呢 它的出现又有什么科学原理 为了弄明白这些 李老师给我们记者 找了几把煤花点 已经很明显的香蕉 在香蕉上 能很清晰地看到 比芝麻粒还小的小黑点 这些就是煤花点了 它就是香蕉成熟后 最好吃的标志 为什么它会出呢 是因为成熟了 然后里边的四包啊 四包鼻开裂了 把里边的营养都出来了 然后就会氧化变黑 所以呢就一点一点的 如果这个点呢 在抗大的时候 它就会咬一下 病严菌的沉进去 就会发霉 为了防止吃到发霉变质的香蕉 一定要趁香蕉梅花点 刚出现 或出现前吃掉 香蕉果肉鲜美 富含钾氨基酸 多种维生素 营养丰富 对缓解抑郁 预防高血压 及心血管疾病 有一定的作用 因此 一直受人们喜爱 在麻冲 香蕉除了鲜食之外 还会被做成 各式各样的美味 比如 选用新鲜的香蕉花蕾 猪肉和鸡蛋 进行煎炒的 焦蕾煎蛋 紫菜和香蕉混合煲汤 做成销下的香蕉糖水 还有选取香蕉的造型 做成的香蕉面包 尤其是香蕉面包 特别受欢迎 如果你切开面包后 会惊喜地发现 原来面包里面 真的裹了一条金黄的香蕉 现在 麻冲香蕉正在探索 品牌化 产业化发展的道路 让麻冲的香蕉品牌 为 焦林遍地 鱼米飘香 走出了香蕉林 我们接下来 就要去麻冲的水产基地 看一看了 在当地的张鹏村 有一家比较偏远的 无公害养殖场 那里实行 以养殖南美白对虾为主 鱼虾混养的模式 这些年来 取得了很不错的养殖效果 郭大哥吧 你们是这个地方 是挺远的呀 挺偏的 郭大哥说 因为这里是 无公害水产品生产基地 养殖场 必须建在远离污染 水质好的地方 在郭大哥身边的 是市水产研究所的 李本望 由于近期 鱼水比较多 鱼虾生病的情况 也有所增加 他正对下辖的 一些鱼糖 虾糖 进行调研 正好这次我们记者 可以向他了解一下 这里南美白对虾的 养殖情况 这个南美白对虾 对养殖的水要求 年度在千分之三 到千分之五左右 然后BS10 也要7.0到8.5左右 这里的水全部是 全封闭的地下水 地下水 然后经过处理 现在我们看到了 就很适合于养蝦的了 这个地下水 是怎么抽过来的呢 它用水泵 从地下潜水井 泵上来的 南美白对虾 学名凡纳对虾 俗称白对虾 白枝虾 原产于南美洲 太平洋沿岸海域 在上世纪80年代 引入我国 并进行推广养殖 是当今世界养殖产量 最高的虾类之一 南美白对虾 对盐分的要求比较低 它增长熟度怪 这个病害又少 所以现在已经成了 大众最欢迎的水产品了 比较好养 对 说了半天了 我还没看到这个水里的虾呢 能不能捞出来几只让我看一看 可以啊 前面有人在喂虾 我们可以过去看看 喂虾就可以看到是吗 对对对 虽然已经是下午 但阳光依旧很强烈 远处一个有黑的小伙 正沿着水塘 给虾投喂饲料 看下来挺黑的 养蝦很辛苦吧 因为我们 就是这个时候 很晒嘛 那个太阳 那水只要上来 每个养蝦都是这样的啦 都晒黑了 对 每天什么时候喂虾呢 一般早上七点钟左右吧 然后下午四点钟左右 要喂两次 一天 喂的是什么饲料啊 喂的是那个床家的那个配合饲料 哦 这个饲料是在哪买的 在那个猪海那边 这个小伙子叫郭建东 是郭大哥的侄子 他告诉我们记者 前些年 这些池塘主要养鱼 因为近些年 养蝦的经济效益更高一些 就开始了南美白对虾的养殖 小伙子说话很实在 也特别淳朴健谈 我看这个 还是用空间水瓢做的 是吧 对啊 这个因为我们用起来比较方便一点 很简易也很方便 对对 我看你这个对养蝦很懂啊 特别有经验是吗 这是我就做了那个内检员 然后内检员 对 是去学习了 对 得知我们记者还没有看到白对虾 郭建东立马提起一个投识台 给记者展示他养殖的成果 这还挺沉的 对 哇 抓一个看看 哎 哇 这好机灵呀 是不是因为特别健康所以他在这么机灵呢 对呀 看到投识台上这些活蹦乱跳的南美白对虾 养殖人员的努力肯定是没有白费 通过投识台 我们可以确定饲料投胃的多少 还可以观察对虾的健康状况 李老师告诉我们记者 影响对虾健康的因素最重要的还是水质 这个水对南美白对虾来说太重要了 嗯 人家都说了嘛 你调好一档水就是养家成功的一半 养家先养水 对 嗯 你这个水一定要受到肥和嫩爽 嗯 四个式 那你怎样做到这个呢 嗯 你一 你要合理的放养 嗯 第二个呢 你一定要搭配这个增养机 第三呢 你要做到鸽节头位 嗯 鸽节头位你就要鸽节的计算头位量 嗯 第二个你要做到定时 定量 嗯 定田 那做到这些就没有问题了吗 那也不一定 因为有时候 电剂带恶劣了 或者病害发生带厉害了 那水也会跟着变的 李本旺说 水的变化是随时的 要对水定期进行检测调控 最简单的调控 就是定时开增养机 加大水糖换水量 如果发现水质变化比较大 水质过肥 氨氮 氨氮 亚硝酸盐超标等 就需要使用一些微生物质剂 对池塘进行泼洒 比如牙包杆菌 EM菌等 改善抵质 稳定水色 提升水质的自净能力 只有水好了 虾才可以长得好 一般虾苗经过三个月以上的养殖后 体重达到40到60位一斤的时候 就可以上市了 那这一匹虾上市了以后 是不是就要放新的虾苗了 不是 因为我们还养了那种螺蛳虾 我们养了这一匹虾 然后再把那种螺蛳虾养完了 然后就一年了 一年我们再晒糖 然后虾一年再养了 水糖里面就养了两种虾 一起昏养的是吗 是啊 一起昏养 我们不只养了螺蛳虾 还养了鱼 为什么还要养鱼呢 有什么好处呢 通过鱼虾合理的搭配啊 可以中分利用这个食堂的空间 加快这个物质跟能量的流动 使这个饲料的利用力更加提高 比如你虾吃不完的饲料 跟摆出来的粪便就可以给这个鱼消化掉 然后就保持这个水势的稳定 第二个呢就是说 它棍养了鱼 它医虾增病 容易传染到其他虾 它把这个病虾老又散弱的虾吃掉 它就切断了这个病原体 就可以达到减少用药 提高这个虾的品质 机灵的虾它还吃不到 还有一个好处呢 就是这个里面有鱼了 就注尽这只虾运动起来 它的肉食就更加好 上市的时候 品质更加好 味道更加好 这样也提高了经济效益 对 鱼虾混养 使池塘的水质更稳定 实现了鱼虾的共生和双赢 同时也解决了南美白对虾 单一养殖风险高 养殖成功率比较低的难题 南美白对虾上市前 东莞市海洋渔业局 还会委托麻冲农业技术服务中心 定期进行抽检 检测药物残留及重金属是否超标 如果超标 将会禁止流通销售 南美白对虾和其他虾一样 富含铭、钙、磷、钾等元素 能很好的保护心血管系统 它的肉质肥嫩鲜美 吃法多样 可以做成很多美味 因为虾的体内含有虾红素 所以烹饪后会变成红色 和鸡蛋搭配炒出的虾仁 不仅颜色好看 而且入口脆嫩 而清水煮出来的虾 蘸醋是另一番的风味 告别了麻冲 这里壮观的胶林与鲜活的对虾 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更重要的是 记录了当地科学的生产技术 和安全的保障措施 只有在种植养殖过程中 不断地吸收经验 改良技术 创新模式 才能让产业发展的道路 越走越宽 也才能够推动 现代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好了 今天的网天地就是以上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观众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 更多内容或信息 可以登陆中国网络电视台 下期节目 我们再会